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海鲜的穿式做法 这个是鱿鱼须 海鲜呢在我们四川都卖的比较贵 我买的时候38块钱一斤 我们先把它简单的打整一下 就是这个须须能撕掉的就把它撕掉 这个表皮有一层膜 这个鱿鱼须处理好后 从中间给它切开 然后我们这样子给它打上花刀 打花刀主要是方便入味 这样子切一下就可以了 再把它切成一根一根的 香料准备一点青红椒还有洋葱 这个都是我提前洗干净的 然后再从中间给它堆破切开 成这样子的片就可以了 这个洋葱也把它切成青椒一样的块 甜椒也切成条 再准备上一点姜葱蒜 把它们切成粒 姜蒜就切片 这里还准备了一点干海椒和干花椒 那么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做好 下面休息20分钟我给你们看过东西 我平时去邻居家地里面 接点萝卜啊 接点芽子这些 你们一根一根 我跟你说我是偷 这个农村的邻居关系好的 很哪里存在偷吗 这个是邻居刚刚送过来的芽蛋 还有鸡蛋 一共是50个都是土鳞该一惨了 送给我们吃的不是我买的哈 这锅蛋百分百是双黄该一色 这种邻居关系你们羡慕不羡慕 所以说你们一锅儿锅儿 他就不要乱说了 我都说了是这个 锅里烧水把这个鱿鱼须先给它焯一下水 焯水的时候放上一点黄酒 也可以用料酒或者是焙酒 焯开锅后先把它倒出来避孕 拎起锅下入少许的油 油温露成热下入焯好水的鱿鱼须 一定要用油给它爆透 这样子吃起来才没有腥味 炒香后给它倒出来避孕 炒鱿鱼的这点油留在锅里面 然后下入这个姜葱蒜 干辣椒和干花椒 再来上一点香辣酱 稍微扁炒后下入青红椒洋葱 大火快速把它翻炒均匀 然后下入鱿鱼 大火先翻炒均匀 调味毛毛盐 贝糖 鸡精 花椒粉 少许孜然粉 再来上一点辣椒面 快速翻炒均匀 最后淋上一点香油和花椒油 大火翻匀之后关火出锅装盘几口 光看着这个你们的口水来没有呢 川味浓郁的一道香辣鱿鱼须就做好了 这也是开胃下饭下酒的一道好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先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哈 哎呀又不等我我炒菜搞得真累 辛苦了 吃这个 嗯 好吃 我说你真的不辣 不辣你要吃好辣呀 这是香辣 这个是香中的有点微辣 不是干啤啤辣是不是 你是不是看有鱿鱼你还要吃完了 这个这个就拿点吃这个 这个菜 这是酸的酸的 你没有吃到我你多点给它吃 我甜哪 现在小朋友这个小米椒炒的都不辣了 这个鱿鱼好吃 特香 这个就是海鲜的川式做法 香辣味的 脆脆的 他们说我做的菜不辣怎么办 哎呀我吃的有辣 我吃的有辣 还是专门给你做个辣菜还是好 下次你回来我就给你整个很辣了 你点一个菜我吃的给你炒 鱿鱼吃的 嗯 没追求你 两个鱿鱼 老板把鱿鱼全部挑来吃完了 我再吃个辣椒 这个吃鱿鱼吃的挺香的哦